无凡 我准备到最贫穷的省份去 我也学你的样子 开办公司 带领当地的村民赚钱 虽然不可能有你这种规模和福利 但是能让当地的百姓生活稍有改善 我就会非常有成就感的 也就是说 向你学习吧 你以后可要多多支持我 陈吉儿一脸期待地看着吴凡 是吧 吴凡略有一些惊讶 之前还以为陈兴儿会提出来留在桃园村呢 没想到他还有更加远大的目标 对 我的心一解决 在这里痛快地玩上一段时间后 我就去最贫穷的那个省 你知道的吧 那里的贫穷可能比之前的这个桃园村还更加厉害 他们那里一家人都只有一两条裤子 谁出去就谁穿裤子 家里也是一天只吃一餐 也根本没有地方上学等 陈兴儿眼神有一些恍惚地说道 信佛正看着那些穷苦百姓 太好了 兴儿 我强烈支持你 吴凡非常高兴 如实说道 其实我也有一个更加远大的目标 就是让全国的农民都过上好日子 只是吧 能力有限 且是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现在只能从桃园村开始 再就到湘县 是 现在已经让整个楚州市的农民 都加入了农民互助会了 我之后的目标就是 推动全省农民互助会的成立 也可能还要一些时间 而离我的终极目标就更加远了 你现在能先去推动当地致富 也等于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从内心里感激你 当然也会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你 听了吴凡的话 陈兴儿似乎更加有信心了 说道 太好了 吴凡 有你这一句话 我就更加有信念 能带动一方百姓富裕了 半个月后我就出发 这半个月里 我多向你请教一下 看到了那边如何开展工作 好 兴儿 只要我有时间 你都可以过来找我 我和你一起详细地分析一下当地的情况 然后确定从哪一个方面入手 吴凡满口答应了 感谢 特别感谢 我想只要有你的支持 再过个一两年 我也能把那个最贫穷的地方 建设成一个宜居的好地方 就算不可能有桃园好 至少也是环境优美 大家衣食无忧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一派和谐 吴凡点了点头 非常赞赏她的这种精神 不过 她还是有一些担心 问道 你办公司也好 还是怎么也好 一定要自己有技术 或者有资本 这样才能开一个好头 我想知道你有启动筋吗 或许说你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吗 做什么事情 不能头脑发热 而是要多方考虑清楚 否则就是龙头蛇尾 空流遗憾 陈信儿没有任何的犹豫 如实说道 我在国外 也积累了大概一个亿的资产 我表姐的那些给我的珠宝 大约也能卖一个亿左右 我就用这两个亿 做一个启动资金 在那边先办一个公司 就是类似于加工 因为那边也是山区 林木资源特别丰富 且因交通不畅 都没有开发 我觉得 可以先办一个类似 你们桃园家具厂这样的 然后想办法把当地的交通搞起来 畅通物流 以后就能更加顺利地做其他的 听着陈信儿的讲述 吴凡仿佛回到了当初的桃园村 他说的那个最贫困地方的情况 和当初的桃园村是和其相像呀 当然了 富有各种各样的富 穷却是差不多的穷 都是交通不畅 资源不能利用好 你到了那边就大胆地去干 当有困难时及时找我 我看能不能提供帮助 吴凡在他说了大致的打算后 非常明确地说道 放心吧 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 毕竟你就是我的饭板 陈信儿看着吴凡的眼神充满了崇拜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这件事情 算是暂时聊完了之后 吴凡说道 对了 信儿 你表姐冷忧 她今天遭遇了惨无人道的伤害 被十八个畜生玷污了 我虽然把她救活了 也把她的伤治好了 但是她却疯了 时常表现出极度的痛苦 也时常会自己把衣服脱了 这如何是好呀 吴凡 我知道你是神医 已经救了她两次了 却不能治好她的疯癫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一切都是天意 这是她多次要害你的报应 是老天意安排的 没有人能怎么样 随她去吧 陈信儿似乎有一些决绝地苦笑道 她好像是没有什么亲人在身边了吧 你能不能考虑把她带着 一起去那个最穷困的省份呢 吴凡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 绝不 陈信儿毫不犹豫地说道 虽然她是我的表姐 有着血缘关系 而且还把珠宝都给了我 按说我应该照顾她 否则就是没有良心 但是她多次要灭了你和林妙 而从我听到的 我知道 你是替天行道之人 是农民的守护神 她要和你作对 那就是逆天而行 她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老天安排给她的报应 我在照顾她 也就是忤逆老天爷 所以我断然不和她再有任何的联系 否则我出事了 如何再为最贫穷那个省的百姓做事呢 当然了 吴凡既然她疯了 出于人道精神 我也不能不管 这样吧 我会花钱 在天水县城请一个人 专职照顾她吧 所有的费用我每个月打给这个人 你看可以吗 听了陈信儿的话 吴凡还是非常感慨的 这是一个爱憎分明的女孩子 但也不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 虽然痛恨冷忧 却还是想到了她的照顾问题 只是她不愿意面对她 不想再亲自照顾她而已 这样或许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于是她点头道 那样也行 你要交代那个照顾她的人 要防止她老是脱衣服到没人的地方去 毕竟她身材还是算好的 男人看见了怕起坏心思 总之就是尽量不要让她脱离视线吧 免得再次被玷污 好 我哪天下去安排 你放心吧 吃饭了 吃饭了 就在这时 美女厨师朝他们这边大声地叫了两句 走 过去吃饭 吴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因为陈信儿上午才来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所以一路走过去 吴凡都在向她介绍 在介绍到饭水冰时 吴凡说道 信儿 这是我们桃园实业公司的总经理 冰冰姐 所有公司的事务都是她在管理 你以后也要多和她联系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直接向她说 我到时候可能在天保大学了 好 一定会的 冰冰姐 请多关照 陈信儿点了点头 饭水冰略有一些疑惑 吴凡怎么和冷忧的表妹如此熟络了 这是因为吴凡不可能向每一个人介绍时 都说得如此详细 吴凡自然看出了来了 说道 饭桌上再谈吧 因为是中午 有不少的人下午要上班 所以都不喝酒 吴凡也直接跟陈信儿说清楚了 晚上才能上酒 于是陈信儿端起茶杯说道 今天能认识你们 真的非常荣幸 你们能协助吴凡 自然就是各方面的顶尖人才 向你们学习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我就以茶代酒 敬大家一杯 客气了 客气了 晚上我们才好好干几杯 小雪笑嘻嘻地说道 在大家客气了一番后 吴凡说道 之前单独一两个人也不好介绍 不然要重复很多遍 信儿呀 她准备 这一次 吴凡详细地把陈信儿的身份和准备 去平贵省开办公司 带动百姓致富的事情说了一遍 哇靠 你和冷忧是有血缘关系的 但是不是变异了 因为他是一个极坏的人 而你竟然像我们的小吴哥哥一样 有着忧天敏人的菩萨心肠 也要去带动百姓富裕 真没有想到呀 小雪听了 有一些夸张的叫道 杨令叶摆了摆手道 一娘生九仔 连娘十条心呢 何况只是表姐妹而已 不能相提并论 姓儿呀 你有这种理想 我听了之后真的非常感动 也是非常欣慰 现在农民还是最苦的 当然要除了楚州市了 也就是说无凡的农民互助会还没有普及的地方 农民的日子还是如之前一样 非常凄惨 尤其是平贵省 那地方是交通最不畅的地方 大部分的农民都生活在离马路几十公里的地方 可以说是真正的与世隔绝 日子非常的落后 甚至是原始 一年之中可能难得出几次村庄 国家当年也有大力扶持的计划 但是终究还是条件不成熟 有心无力 就像是当年的桃源村一样 上面还是希望所有的农民也能过上好日子 但是终究还是靠地方自己 如果你到那边 能让百姓的生活有所起色 那无疑是最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 我可以向你承诺 姓儿 我虽然退休了 但是还有不少的下属如今身居高位 只要是不违法且对百姓有益的事情 你尽管找我 我会厚着脸皮去找他们帮忙的 这就算是对你的支持了 对于这种想方设法 提升百姓生活品质的事情 我会尽全力支持的 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干吧 陈姓儿原来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在吴凡家里还有这么位高权重的人物 这杨令叶看上去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呀 当听了吴凡的介绍后 他自然非常震撼 看来吴凡确实是得道者多助呀 除了这么多角色顶尖人才辅助外 还有不少的曾经的大人物过来 听了杨令叶的话 陈姓儿非常激动 说道 我以前还没想到 会得到你们这么多人的帮助 更加没想到还有杨爷爷这么显赫的人物 有了你的帮助 我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比较容易解决 谢谢 谢谢 杨令叶摆了白手道 不用客气 你准备做的事情 和当初吴凡做的是一样的 你看他有多少的人相助呀 这些美女 一个个都是个行业的顶尖有才 有科技精英 有法律博士 还有经济天才等 相信你以后也会得到更加多人的帮助的 因为这不仅仅是帮你 而是顺天行事 好 希望到时候你们大家都去我那里做客 陈姓儿激动地说道 范水冰点点头道 没问题的 姓儿 你不孤单 你和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 我们都会做你坚强的后盾的 你到了那边 先考察一下 然后有什么打算就和我们联系 我们就会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太感谢冰冰姐了 放心吧 我一定会 好 好 来吧 我们不能喝酒 就都用茶干一杯吧 预祝杏儿的振兴乡村事业取得成功 来 干 杨丽业非常高兴地提了一个建议 框 框 茶杯碰在了一起 像是荡起了希望的波浪 接着 大家边吃边聊 聊的最多的还是 平贵省的事情 因为那确实是最贫穷的一个省 在座的人很多都看过有关那里的新闻深度报道 吃过饭后 吴凡对大家说道 我就去午睡一会 记住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 看曼玉姐参加会议的现场直播呀 好好 你去睡吧 时间到了 我们会叫你的 我们肯定是忘不了的 饭水冰挥了挥手 代表大家说道 吴凡回到房间时 恰好林妙正在和儿子吴飞龙在玩 看见他进来了 赶紧说道 小飞龙 你去找两个飞虎玩呀 小孩子在一起更加好玩 去 吴飞龙嘟起嘴巴 似乎有一些不高兴地说道 妈 你和爸在房间时 老是叫我出去 只有你一个人在时 又老是叫我陪你 人呀 有了老公就忘记了儿子了 你 这个小不点 林妙有些哭笑不得的 在他额头上戳了一下 说道 你爸要午睡 你在这里老说话 会影响他呀 一个儿子就影响休息呀 那你肚子里两个在冒出来后 岂不是让爸根本没办法休息 我可以不说话呀 吴飞龙有稚嫩的声音说道 小三阿姨说了 你们是嫌我在这里 你们不好办事 是要办什么事呀 啊 林妙顿时脸红耳赤 搂着吴飞龙说道 儿子 那是小三阿姨在开玩笑呢 其实就是会影响你爸休息 你爸休息不好 就没有精力去赚钱 明白吗 哦 我明白了 爸 你好好休息吧 我出去了 出乎意料 小飞龙却似乎非常明视力 马上就一个人走了出去 看着他的背影 林妙略有尴尬的笑道 这个小三呀 怎么在孩子面前乱说呢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这个人 就是爱开玩笑 再说了 是你想歪了吧 人家只是说我们要办事 可以是聊天呀 可以是谈发展呀 怎么不可以办了呢 肯定是你只想着办那事了 哈哈 吴凡笑着说道 可是 我们基本上只办那事了 林妙暧昧地说道 然后就主动扑向了吴凡 人生在世 家里人在一起 日子洪祸 夫妻恩爱 这就是真正的幸福 现在的吴凡 每天都生活在幸福之中 在一番快乐的运动之后 吴凡才沉沉地睡去 下午的两点前五分钟 他刚睁开眼时 闹钟就响了起来 这是他特意调好的闹钟 为的就是不错过 出轨最实施一周年庆祝活动的现场直播 那可是由自己公司的法律顾问参加呀 当他来到剧厅的时候 那里已经坐满了人 众多角色美女看见吴凡过来了 都在那里兴奋地叫道 来 吴凡 坐我身边 坐我这里来 吴凡朝大家挥手示意 然后随意地坐在了饭水冰的身边 还没有开始吧 吴凡反映着电视问题 没有 还有三分钟 大家都在等着呢 饭水冰笑道 哦 吴凡见还有三分钟 于是就看向左边的宋紫玉 说道 我们的中考准备得怎么样了 明天就要开始了 准备得相当充分 中考不同于高考 且是在本学校举行的 没有难度 宋紫玉非常自信地说道 旁边的饭水冰听了之后却说道 紫玉呀 你只能说在组织考试没有难度 其实吧 对于学生来说 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毕竟现在讲究的是分流 只有一半的学生能上高中 还有一半的学生只能是上职校 而职校由于各种原因 一般的人都不想去 所以呀 学生都想进高中读书 就只有50%的概率 而随着扩招 大学的录取率达到了70% 因此考一个高中 简直比考上大学还要难呢 这个倒是 宋紫玉非常认可 很多的学生就会在中考被刷下去了 以后就没有考大学的机会 毕竟职高再考上大学是比较难的 我其实一直都这样想 有的学生成绩可能不错 人也聪明 只是中考时一时失误 导致考不上高中 从而改变了命运 似乎有一些不合理呢 你们觉得呢 也是 不过规定是这样的 能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往往就是一考定终身 好在 就算没有读大学 也还是有机会在其他方面有所成就的 无反也是认同的 对了 我们桃园学校是不是没有加入中招系统呀 这时 对面的温敏 好奇地问了一句 没有 中招系统是根据自愿和分数来录取的 而我们桃园学校的办学原则是扶贫助农 首先必须是农民子弟 第二就是按贫困来排名的 不跟分数挂钩 所以没办法融入 宋紫玉简单地说明了 对了 那现在天水县的农民子弟都不再贫困了 甚至比城市里的孩子都条件好太多了 这以后还按原来的原则招生吗 包括小学 初中 高中 温敏显然平时对各方面都有观察 所以又提出了比较全面的问题 宋紫玉看了一眼无凡 说道 我们目前是这样的 小学是要严格筛选的 而小生初和初生高 基本上都是直升 除非学生自己离开 所在现在还是按贫穷度来的 还是要求是农民 大家都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了 不过 饭水冰却略有一些皱眉的 看着吴凡说道 对了 吴凡 这一次高考相信会有不错的成绩 到时候可能有不少的人想到我们这里来复读 这一批学生是怎么选呢 在我们学校没有扩招之前 都还是按照指招本县农民子弟 然后一平困度排序 吴凡非常直接地做了回答 哦 我真的担心 当高考成绩出来之后 来找紫玉 想到桃园村来复读的人 会非常多呢 都不知道紫玉到时候如何应对他们 饭水冰还是有一些担忧 其实 这些事情 他作为总经理 自然是知道的 也就是现在通过对话 让别的人更加清楚而已 没事 我坚持原则 如实拒绝就是了 宋紫玉也是如实说道 吴凡 有没有想过桃园学校扩招呢 桃园学校因为福利和不同的教学方式 已经非常出名了 我相信这一次高考成绩出来后 桃园学校会成为名校的 扩大招生的话 会让更加多的农民子弟享受这种福利 包括外线和外市的 温敏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暂时不考虑 你们也知道 这可完全就是奉献 不收学生一分钱 还每个月几学生发一千元钱 衣食住行都是免费的 只有等我们公司 实力到了那个条件了 才有可能考虑在外地办桃园分校 实行和桃园学校一样的管理 总之 桃园村是不可能再扩招的了 否则会对生态有影响 桃园村除了名宅外不再新增建筑 无凡回答得非常坚定 大家点了点头 算是搞明白了 就在这时 电视上爆点的声音响了起来 14点钟 各位观众 今天是出轨最实施一周年的日子 相关部门在燕京 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来到大会现场吧 主持人一脸激动地做了一个开场白 很快 屏幕上就现了会场的画面 会场大屏幕上有一行字 出轨最实施一周年庆祝大会 赵丽 是由一个司法系统的高级人物讲话 开始了整个的会议 他扫视一眼参会的人员 激动地说道 今天 是出轨最实施一周年的日子 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 庆祝这条具有划时代特征的法规实施 这一条法规制定的背景 是当时合法婚姻得不到保证 夫妻双方 有一方出轨的话 另一方根本没有任何能力 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相反 因为其他法规的原因 出轨的双方人身权利得到保障 你不能骂他 不能打他 否则他们没事 你却进了看守所 这样一来 被出轨的一方肯定是一肚子怨气 却没有办法发泄 因为出轨的事情 没有哪一个部门可以有效管理 而积怨得不到宣泄 一旦失去理智 就会发生惨烈的命案 满门灭绝也经常发生 所以社会极不稳定 且因为对出轨没有任何的制约 所以不少的年轻人在知道 别人家庭出轨的悲惨后 都对婚姻充满了恐惧 怕自己的配偶以后出轨 怕自己到时候孤苦无助 这也间接地导致了结婚率 渐次走低 出生率也随之下降不少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全色交易非常严重 因为出轨是没有责任的 所以不少想要获得利益的女人 情愿用自己的身体 去贿赂相关的人员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有一些手握实权的人 就利用这一点潜规则下属 这些事情平时也得不到处理 也是因为出轨的代价太低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所以不少的夫妻之间 只是闹一点小矛盾 结果一方就去外面寻求安慰和快乐去了 根本就不会想着彼此宽容来经营婚姻 事实上床头吵架床尾和 过一下子就会和好的 只是一旦出轨了 可能就会越滑越远 最终双方决裂 一年前 著名大律师张曼玉连同自己的老师和同学 上书要求设立出轨罪 并且征得了大量百姓签名 这其实也符合相关部门的精神 毕竟相关部门也把之前我说的社会现状看在眼里 已经筹备解决了 张大律师的出面 坚定了相关部门的决心 所以出轨罪不久就正式实施了 今天就是实施一周年的日子 出轨罪实施一周年的好处体现在哪里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 大家看一下 第一 出轨罪实施以来 有两万三千位出轨的人被抓 被判处了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但是这个被抓的人数却是岁月下降 第一个月抓了一万人 第二个月六千 第三个月四千 第四个月两千 第五个月六百 第六个月三百 后面几个月基本上是个位数了 这就说明出轨罪 对出轨人员的震慑力非常强大 当所有的人都知道有出轨罪后 自然就不敢以身是法了 第二 出轨罪实施前的离婚率是万分之三 而实施之后 离婚率下降到了万分之一 而且离婚的原因 原来出轨是第一 现在因配偶出轨 而离婚的牌在离婚原因的最后一名了 第三 自从出轨罪实施之后 没有再出现全色交易的案例了 第四 总之 出轨罪的实施 保护了合法婚姻 维护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团结 也阻止了一些不合法的交易 因此 这条法规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肯定 鉴于出轨罪的重大正面作用 决定在实施一周年之际 对推动出轨罪出台 对治理出轨有杰出贡献的人颁发勋章 现在有请著名大律师 桃园实业公司的法律顾问张曼玉 主讲人大声地宣布 当张曼玉走向主讲台时 会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虽然刚才主讲人说相关部门以前 就在想着推动制定出轨罪 以保护合法婚姻 但是与会的人其实都明白 没有张曼玉的推动 到现在也不可能会出台 张曼玉自从办理了大明星电屋粉丝后 被杀的案子 让一个被判死刑的女大学生 粉丝无罪释放 就名声大震了 加上她是桃园实业公司的法律顾问 而桃园实业公司 又是以提升农民社会地位 和生活水平为主的公司 深受大家的敬佩 所以大家有理由相信 出轨罪的制定出台 其道主要且是决定性作用的 就是张曼玉 紧接着主讲人又叫了 其余一些人的名字 大家依次站在了主讲台上 那里面有法律工作者 和张曼玉一起推动了 出轨罪的制定 也有执法者 凡是出轨的人 都逃不过他们的缉拿 一个规定也好 法规也罢 既要制定得好 也要有人执行 这才叫法制 而不是某一个人说抓就抓 说不抓就不抓 当看见给张曼玉颁发的是 女王勋章时 会议现场欢声雷动 就是电视面前的人 也同样的兴奋 尤其是四合院里 当看见勋章挂在张曼玉脖子上 被他举起来亲吻时 范水冰等人也是激动的大叫 太好了 太好了 女王勋章可是颁发给女性的最高奖励 以后就可以享受国家津贴了 哈哈 曼玉成了真正的大名人了 是啊 女王勋章在我们国家 可能总共不上十人吧 都是各个年代的顶尖人物 现在我们桃园村有一个了 我们桃园村也更加要出名了 真不错 可见出轨罪的出台是多么的深入明星 相关部门也是顺应民意 搞得好 搞得好 年轻女孩子兴奋地大叫也就算了 就连杨令叶也是激动得满脸通红 说道 不错 这一次对曼玉的奖励真的是恰如其分 据我所知 全国从上世纪开国以来 总共就只有八个人获得了女王勋章 那真是最高的荣誉 而且还不仅是精神上的 以后每个月的津贴 就达到了六千元钱 不简单呀 太好了 现在有请女王勋章获得者张曼玉大律师发表感想 大家欢迎 会场上 在举行完颁奖仪式后 主讲人开始了下一个会议程序 在如雷的掌声中 张曼玉走向了主讲台 她优雅的气质 天使般的容颜 还有那玲珑基兔的身体 使她再一次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好漂亮呀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法律工作者 哦 不 是最漂亮的女人 没错 张曼玉这个人真的厉害 那么年轻就如此出名 拿到了女王勋章 厉害 要是能和这样的人成朋友 也不往来人间一趟 她为什么那么出名 听说也是遇到了贵人 是有人帮助她 她才能查清楚 大明星玷污被反杀的大冤案 这才出名的 不然她提的什么意见上面也不会采纳 出轨罪也就还不会实施的 有的人在用热烈的眼神 注视着张曼玉的同时 兴奋地和旁边的伙伴们议论着 张曼玉站在主讲台上时 掌声瞬间停息 此时此刻的张曼玉 已经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律工作者 而是女王勋章获得者 大家是由衷地对她敬佩 张曼玉微笑着看了一眼大家 然后用非常撩人的甜美声音说道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能站在这个主讲台中 脖子上挂着女王勋章 我真的非常激动 首先就是感谢上级对我的厚爱 对我们工作的赏识 还有就是各位平时对我们法律工作的支持 当然了 我最要感谢的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非常低调 他不想让自己的事迹和名声为外界所知 但是他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没有他的支持 我或许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一方面是他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 帮我恢复了当初那个案子的一些关键证据 我才能让那个冤案得以招雪 我也就是从那时起才为大家所熟悉 当然了 这只是我感谢他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他在新婚之时 和妻子有一些误会 一直认为老婆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所以极度痛恨出轨之人 我没有结过婚 不知道自己配偶出轨的真实痛苦 但是我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 那种憋屈 那种无法宣泄的愤怒 让他有一种毁灭世界的冲动 也多次有了杀妻灭情夫的准备 也就在那时 我认识了他 他跟我说了妻子出轨的无奈 法律管不着 打不能打 骂不能骂的 被别人戴了绿帽子还要以礼相待 同时他也结交了不少的朋友 很多的人都有过妻子出轨的 不堪回首的经历 所以他多次说过了 这一辈子要是能见到出轨入行就好了 说只有出轨被当成是犯罪了 是会受到法律制裁时 才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出轨 我在他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深切地感受到了 这种配偶出轨的切夫之痛 也知道了合法婚姻得不到法律保证 所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刚才主讲人已经说了 比如离婚率高 全色交易 恐婚 命案等 当他有一天 说希望我能去倡议出轨有罪时 我没有任何犹豫地答应了 当然了 有他这种看法的 肯定不止他一个人 所以提议得到了认真的对待 并且在公事期间得到了大量百姓的支持 可见出轨确实是社会的毒瘤 让所有的人深恶痛绝 因此 在这里 我要隆重地感谢他 谢谢 谢谢 张曼玉说到这里时 朝着镜头 深深鞠躬 眼里闪着泪花 这是他想到了当初的吴凡 想到了他当初认为林妙出轨的痛苦 就替他难受 遇会的人先是为他的真诚所折服 被他说出的那种痛苦震撼 所以也是陷入了沉思 当看见他鞠躬时 大家再一次鼓掌 表示对他的支持 其中 还有不少人泪洒当场 别人不知道 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当年老婆出轨时 自己心中的痛苦和绝望还有愤怒 就像张曼玉说的那样 既然出轨 不是一个小概率的事情 那么受案者也就可能到处都有 看着电视屏幕上的张曼玉这样说 四合院里也一下子鸦雀无声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吴凡 毫无疑问 虽然张曼玉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任何一个生活在四合院 甚至是桃源村的人 都知道他说的是吴凡 对不起啊 林妙在回过神来后 轻轻地搂着吴凡 在他的杯上拍了拍 眼眶红红地说道 不要这样说 老婆 都是误会 误会 过去了 不要再一曼玉姐提出来 她只是就是论事 无法拉着林妙的另一只手 也是非常感慨地说道 对 那时是误会 曼玉也只是举一个例子 事实上 你看赵局 汪局 蒋院长 他们这么有地位的人被出轨了 那是真的出轨呀 当时真的比较普遍 现在好了 一切都好起来了 法律保护合法婚姻了 只要是出轨 至少三年有期徒刑起步 范水兵也在劝慰 对 对 不要放在心上了 杨令叶也摆了白手 我知道 没事 没事了 林妙和吴凡 几乎同时对大家说道 同时示意大家继续看电视 张曼玉继续说道 其实出轨这个话题 一直都是非常敏感的 很多的百姓 都对些深恶痛绝 民间也一直有要求出台法规的呼声 只是一直没有实施 所以呢 我们要重视百姓的呼声 要让百姓说话 只要不是恶意造谣诬陷 只要他们说的是事实 就应该让他们说 我们不能掩耳盗铃 不能说不让他们说 这种事就会消失 相反 只有让人说话 我们才能发现他们在想什么 事实证明 制定了出轨罪 还是深入民心的 还有 我们当初修改了正当防卫条例 还有寻衅滋事罪 也做了更加适应现实的修改 都是走得非常正确的一步 对促进社会和谐 提升社会正能量 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所以我在这里 向大家承诺 我以后会更加专注于法律 维护所有百姓的合法权利 以不辜负这枚女王勋章 也请大家和电视面前的观众朋友 大胆提建议 我们一起 促进制度完善 推动社会和谐 我今天非常激动 人一激动 大脑就兴奋 有的事情就想不起来了 其实我来的时候 似乎准备了好多要讲的 现在讲不出来了 总之一句话 让我们一起努力 创建更加美好的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 张曼玉讲完 优雅的鞠躬 然后转身离去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所有的人本能地站了起来 拼命地拍掌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表达对张曼玉的敬佩之情 他们都认为 张曼玉是一个最有良知 最敢说话 也是最欣喜百姓的 一个法律工作者 他说的话震聋发聩 令人耳目一新 震撼心灵 当然 也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表达对张曼玉 都特别感激的 那个人的感谢 一个站在张曼玉后面 推动出轨最制定的人 这是一个奇人 是对社会有着重大贡献的人 随后 就是另外一些人的讲话 其中就包括 张曼玉在天保大学 法学院的老师等 大致内容都能猜到 且最重要的人物 也就是张曼玉的讲话 已经结束了 于是四合院聚义厅里 看电视的人 也就慢慢散去了 毕竟他们很多的人 都要去上班 G γ G 吴凡也随即从四合院走了出来 准备到处去看看 现在是高考结束后的日子 那些年轻的刚成年的人 困在学校已经15、6年了 现在终于解放了 自然要放松心情 所以桃园村的游客 一下子增加了不少 为了游客的安全和旅游体验 吴凡还是有必要时不时地去看看 起到一种监督和发现问题的作用 在水鬼基地 围了一大堆的游客 吴凡于是就凑钱上去 水鬼已经有了一种意识 就是时不时地从水里跳出来 到展示平台上来露一下脸 不然有的游客专程来看它却看不着 所以吴凡刚到不久 水鬼就已经跳了出来 哇 真的有水鬼呀 你看 和人好像 就是一看不是人 天呀 这是我第一次见水鬼 对呀 太震撼了 以前听说有水鬼 有一些游泳的人溺水 其实就是被水鬼拖下水去的 我还不信 现在看见水里 竟然真的有像人一样的水鬼 我才知道 传说并不一定是假的 是啊 外面的水鬼 听说是会害人的 但是这里的水鬼 却是能救人的 你看旁边的简介说 他曾经就起过落水的游客 还有被洪水冲走的村民 还有跳河自杀的贪官 真是厉害 这就是一只正义的鬼 看 他还在朝我们做鬼脸呢 所有围在那里的游客 看见了水鬼之后 都特别兴奋 在那里不停地议论着 毕竟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这传说中的水鬼都是第一次看见 而水鬼可能是看见吴凡来了 朝他这边点了点头 然后就更加活跃了 不停地在那里跳水 做鬼脸 靠近游客 惹得边上的人更加得兴奋 是你 就在这时 吴凡发现旁边有一个人很熟悉的样子 定睛一看 见是陈信儿 赶紧挤过去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热情地打招呼 你也来了 吴凡 陈信儿看见是吴凡后 也是特别的惊喜 指着水鬼说道 这水鬼太令人震撼了 太有意思了 真没有想到 在水底世界还真有这样的生物 大开眼界 是啊 你开心就好 下午就是来这里看了 吴凡笑着问道 嗯 正准备看完就走了 吴凡 要吗 你带我到处看看 有时间吗 陈信儿一脸期待地看着吴凡 吴凡想了想 既然这个陈信儿有志 去全国最贫困的贫贵省带领当地 村民 致富 就应该带他多看看 让他多了解 自己再向他多讲一些方法 才能让他的志向达成 于是他很高兴地说道 好呀 对了 刚好还有一个新的景点 冰冰姐早就说完工了 要我去检查 我都没有去城 不如现在就去那里 好呀 好呀 吴凡 反正我一切都听你的 你叫我往东就往东 让我往西就朝西 陈信儿非常开心 走吧 我去叫上冰冰姐 吴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两个人随即朝公司走了过去 不多久 三个人就朝桃源天地会地下村走了过去 这里虽然也是在桃源国家森林公园内 但是离村庄并不太远 也就是几公里路 走路也就十几钟就到了 这森林太漂亮了 不愧是国家森林公园 陈信儿看着四周高大的树木 非常感慨地说道 是啊 这边还稍微差一点 到了原始森林那边 就会更加让人震撼了 那里不仅有千年古树 而且人走在浏览栈道时 各种动物都会加到欢迎 甚至是靠近游客 那才是最有意思的 范水兵有一些骄傲地说道 嗯 对了 吴凡 冰冰姐 贫贵那边也有不少的高山 因为交通不便 也是很多的原始森林 我想我到时候除了搞加工 也可以像这样搞旅游 你们觉得呢 陈信儿还真是善于观察和思考 对 范水兵肯定地点投道 现在不少的城里人呀 很有钱 而那个城市它可能呆咽了 且因为环境污染的问题 就总想回归自然 找农村的景点玩一玩 所以乡村旅游是非常有前途的 你看我们这里 每天的游客将近十万人 就可想而知了 好 我到了那边就先考察 看哪里适合搞旅游 到时候 你们有时间过那边去指导一下我 行吗 陈信儿一脸期待地看着吴凡 吴凡点点头说道 我上午就说过了 凡是致力于帮助农民 一心要提升农民地位 改善农民生活的事情 就相当于在帮我做事 我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帮助 所以当你那边大致确定了方向和位置后 我会带着这边的专家过去的 我们有旅游方便的专家 有学动的专家 还有地质 设计 建筑等等的专家 你放心吧 我们会做你坚强的后盾 谢谢 谢谢 吴凡 彬彬姐 说句实话 我以前出国发展后 虽然在那边也过得不怎么样 但是回来 后来总是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不过我现在才发现 我的以前是白活了 过得太肤浅了 只是为自己活着 陈信儿继续激动地说道 而如今 能认识你们 能体会到 你们服务百姓带来的成就和快乐 我真的特别开心 我想我的余生也将会更加不同 会更加的有意义 听了陈信儿话 吴凡连连点头 颇为赞赏 范水冰随即说道 信儿 你反正有时间 先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 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到了平贵省 就能大致做一个对比 看看那便适合怎么样发展 以后我们就会为你提供帮助 好 好 谢谢 几个人一边聊一边走 也是不知不觉地就到了 桃园村天地会地下村所在地 因为这里离桃园 国家森林公园门口并不太远 所以只修了一条游览站道 而没有修车道 也没有旅游飞船 也就是说 来这个景点玩 只能是走路来 在路口有指示牌 还有景点的介绍 现在来到了桃园天地会地下村时 陈兴儿看着那雾气飘渺的洞口 非常惊讶地说道 太神奇了 你说这里有一个洞口 我都不敢相信 你看全部都是雾 根本看一点都看不见 而且其他地方都没有雾 就这里那么多的雾 太神奇了 是的 无凡复合道 其实还有一个神奇所在 介绍牌上都没有写 那就是在这个雾气之中的洞口 可能还存在一个极大的蝙蝠群 上一次我为了治病药用的天福 也就是风干的蝙蝠尸体 结果就是在这里找到的 当然我是看不见 是我家那两只大白雕替我雕过来的 神奇吧 嗯 太神奇了 对了 无凡 我听了不少你的传奇故事 感觉到你真的像神仙呀 几乎无所不能 而且什么事情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你太厉害了 陈兴儿一脸崇拜地看着无凡 无凡摆了白手道 不是我厉害 一切都是天意 确实像你说的那样 我会医术会功夫 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事情 短短几个月就成了神医 这说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呀 每次有危险时 在最为关键的时候都能化险为夷 而且每一个想害我的人 最后都得到了惨烈的报应 所以我总感觉到吧 我是沾了农民的光 因为老天爷似乎也要让农民生活得到改善 地位得到提高 而我恰巧就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所以老天爷也就暗中帮助和照顾我 这才有了今天的诸事顺利 旁边的饭水兵也附和道 没错 自古有一句话说得好 就是得道者多助 何况无凡是顺应天势 自然能如愿以偿 相信你以后到了平贵省 也会成功的 好 谢你吉言 饭水兵点了点头 随即说道 无凡 一直让你过来检查 你都没有时间来 现在我就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吧 首先为了游客的绝对安全 我们已经顺着这个山洞的边缘 把山洞口围了起来 围的时候才发现 这个山洞口的直径有100米左右 虽然看不见 但是能想象有多大 现在只有从这个售票点进去 别的地方都进不去了 游客不管从哪个方向误入 都不会掉下去了 在售票口买票后 直接进去 就有升降飞船在等着了 都是无人职守的 也是用空气做动能的 特别先进 我们边走边说吧 范冰冰做了一个手势 三个人就嘲售票口走去 因为还没有正式营业 所以只有一个人在里面 看见三个人来了 赶紧兴奋地打招呼 范总 吴凡 这个小妹 你们来了 嗯 我们要进去看一下 等吴凡检查过了 就正式对外营业了 范水冰说明了来意 并且掏出了15元钱 说道 买三张票 没有正式营业呢 你们进去就是吧 服务员笑嘻嘻地说道 不要 要全程试验检查呢 不然吴凡不放心 范水冰看了一眼吴凡 虽然吴凡并没有那么说 但是 范水冰说出来的话 他自然不会把反驳 所以点了点头 算是认可了 服务员赶紧收了钱 打了三张票出来了 陈信儿拿过票 看了一下 非常激动地说道 这里的票价真的是太便宜了 只要五元钱 而且你看这门票印刷得多么漂亮呀 简直就像是一张风景照片 值得收藏 范水冰点了点头 有些自豪地答道 这票上面的风景 就是这个桃园天地 会地下村洞口实景 没有什么加工 我们桃园村任何一个地方拍出来就是大片 至于标价吧 这五元钱还是全票价 我们桃园旅游公司所有要收费的景点 对于老师 医护人员 治安人员 兵员 老人 小孩子 身体不便者等全免票 还有农民互助会员办票等 说句实话 我自己也觉得特别便宜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游客来了 就要玩比较长时间的原因 因为玩得开支少 包括吃住都特别好 且特别便宜 游客都不傻 会把这里和别的景区对比 发现不仅好玩 而且便宜 自然就会多玩一下 听了范水冰的话 陈兴儿连连点头道 没错 这一点我就有想法了 因为我也去过一些景区 真的是门票贵得要死 里面吃的更加是贵得离谱 他们是想着反正全国这么多人 你不去别人会去 转一个是一个 那些地方 去了一次自然不想再去第二次了 到了 就在这时 范水冰提醒了一句 此时此刻 他们已经站在了一道玻璃门前 透过玻璃 可以看见那里有一个电梯样的东西 当他们三个靠近玻璃门时 里面传出了声音 欢迎光临桃园天地会地下村 祝你旅途愉快 说完 那道玻璃门就自动弹开 在三个人进去后 里面又有了声音 即将关门 请注意头手伸子 不要伸到玻璃门外 不久 玻璃门就发出滴滴滴的警报声 然后缓慢地关上了 即将开始桃园地下村的神秘之旅 请放松心情 玻璃舱内又发了提示音 好先进呀 陈兴儿非常兴奋 两眼放光 就在吴凡两人还没有回应时 玻璃飞船快速向下滑 却没有一点的声音 同时也似乎感觉不到 但却能看见玻璃外有神秘的景致一晃而过 当然 看见最多的 无非就是大雾 像是从仙境中穿越一样 这时 舱内又响起了语音 洞口到落地点有230米 你将快速穿越 落到地下河里 再转乘地下游船去地下村 全程都是无人驾驶 请放心游玩 我看这个电梯似乎也没有绳索悬挂 没有任何动力 是吗 陈兴儿一脸惊奇地问道 对 这个地下村充满了高科技 首先 这个不叫电梯 叫升降飞船 无人驾驶 精准反应 能自动识别游客要进来出去 它相当于是在空中直上针下的飞 另外 它是用空气做动能的 只要有空气的地方 就有动能 源源不断 所以是没有声音的 饭水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也就在这时 飞船已经到底 轻轻地落在地下河水面上 发出轻微的一道铺的积水声 这里已经安装了灯光 所以马上就能看清楚四周的景致 哇 地下河 好漂亮呀 这水似乎没怎么流动 看上去非常干净呀 陈兴儿看了看后 又是一脸激动地说道 对 这里非常干净 因为水流缓慢 所以是看不到有流动的 但又不是死水 一直在慢慢流 吴凡解释了一遍 他上一次在这里经历了不少的事情 肯定是记得特别清楚的 当然了 发生在地下村的电污 杀人惨案 吴凡并不会说出来 怕吓着了别人 舱门即将打开 请有序进往游船去地下村参观 这时 飞船又有了新的提示 这时大家看出来了 一条游船在飞船落下后 自动开了过来 船门正对着飞船的舱门 门开后 三个人依次进入了游船 陈兴儿更加激动了 说道 你看啊 这飞船和游船都是无人驾驶的 但是游船的门和飞船的舱门 和拢时严丝无缝 特别得平稳 比有人操纵还厉害 我甚至都感觉不到 换了一个地方了 对 这些东西都是你家姐妹设计出来的 目的就是要让游客安全愉快地玩耍 所以设计充满了人性化 每一个人能想到的方 这里的设备都能想到 你就放心地游玩就行了 饭水冰颇有一些自豪的解释 厉害 厉害 吴凡 你真厉害 不管是冰冰姐 还是其他的姐妹 都是那么厉害 陈兴儿对着吴凡竖起了大拇指 当然了 他这样也就算是间接地赞扬了饭水冰 所以吴凡和饭水冰都很开心地笑了 吴凡很真诚地说道 一个人再怎么厉害 也做不了什么大事 因为做事还是靠别的人 所以 但凡在历史上有成就的 都是有谋士出谋划策 游泳士冲锋陷阵的 要不是有冰冰姐这些 各行业的顶尖能人才助我 我现在还在用锄头修村里的路呢 哈哈 嗯 那倒是 人多力量大 三个臭皮匠 也抵一个诸葛亮呢 是吧 这一次 饭水冰倒是没有怎么客气 我到了那边 也要网络人才 陈信儿非常感慨地说道 对 人才最重要 我要不是有你家姐妹三个人呀 很多的东西都还要用原始的方法 比如 现在我们桃园村 就没有水电站了 我们所有的设备用的电 都是空气发出来的 先进吧 还有要是没有冰冰姐这样的优秀管理人才 这么多人的效率就难保证了 没有黄晓芬这样的经济学博士 怎么样一个月从期货市场赚上亿呢 无凡非常认可对方的话 所以举了几个例子 与君姐一席话 真的是胜读十年书呀 陈信儿朝两人抱着 以示谢意 在他们三个上船作文之后 游船上也发出了声音 各位朋友 下午好 现在就由我裁着你们去桃园天地会地下村 沿途你们可以欣赏水面风光 和奇妙的沿洞景观 上岸后可以在地下村尽情地游玩 如果要回程 只需在下船的地方 按一下石壁上的召唤开关 我们就会马上过来 谢谢 陈信儿笑道 我去 真的好先进 比真正的导游还厉害 嗯 确实非常人性化 基本上哪一方面都考虑到了 让游客可以安心地游玩 饭水冰硬了一声 真正开张以后 这里会不会安排服务人员呢 陈信儿也是想得非常多 会的 会安排服务人员 包括导游和保安 以便让游客更加安心 也可以随时掌握游客的情况 双管齐下吧 让游客玩得快乐 玩得开心 游船前进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就是为了让游客尽情地欣赏沿途的风景 五分钟之后 游船才来到了真正的地下村 靠岸停了下来 停下来时 游船的门和暗沿也是齐平的 且船竟然像是在岸上一般 没有一丁点的晃动 上了岸后 吴凡脑海里就浮现出了当初为了救三个意外 坠下山洞的游客的场景 也就是在那次 意外地发现了 这里有陈明等天地会的后人 当然了 也是在那一次 三个天地会的后人 竟然要玷污三个女游客 被陈明的兄弟发现 并且制止后 心怀怨恨 趁陈明带着兄弟姐妹送吴凡时 竟然把两个长辈杀了 把三个姐妹玷污了 并且还逃了出去 后来在上面也是费尽了心思 才把他们三个除掉了 已决后患 在没有光线的地方 已经安排了电灯 所以上岸后 一切都在牧师之中 沿途插了不少的指示和讲解牌 基本上 游客只要识字 就能了解所有的内容 不用导演介绍 也能知道 这里曾经发生帝国的 轰轰烈烈的大事 为了让游客真实地感受到 天地会的精神 和他们当时艰难的生存环境 所以这个天地会地下村 没有太多改动 保留了原来的样式 包括他们的生活区等 在这里 就相当于 在看历史书 能一探当年天地会反清复明那种辉红画卷 范水斌在边上简单地介绍道 嗯 反清复明那段历史 我还是了解一点的 一些明朝的人不能接受被满清所灭 所以始终不把自己当清朝人 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恢复明朝 虽然英雄 忠心可嘉 但最终还是改变不了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 可悲 可气 陈兴儿也是非常感慨 范水斌又解释道 没错 陈兵他们都是天地会人的后代 他们的祖先就是直接参加了反清复明战斗的 后来因为要筹措军费 且被追杀的原因 最终困在这个山洞里 一直生活了十一辈人 从他们的一代代口口 相传的话里 就可以了解到那段历史 这里的事物是死的 但是我们把他们的讲述加进去了 做了文字说明 游客就能看懂 对了 我们还准备拍一个电影 叫桃园地府 是桃园三部曲中的一部 主要讲的是桃园地府 也就是陈月娇家族生活下来的那个山洞 陈月娇的先祖 和这里成名他们的先祖是同族的兄弟 这里没有什么文字记载 但是在陈月娇那里 却一直有文字记载 直到陈月娇长大后 没有了火源才终止 所以那里能清楚地反映那段历史 等电影拍出来了 就能最真实地再现 这部电影也会包括这个地府的事情 陈信儿点头道 是吧 我也听说了 就是大导演任人侠拍的 桃园电影公司 他是经理吧 我听说他正在准备开拍 桃园剧变了 是以天生书和无凡为原型 反映桃园村由贫穷到如今幸福生活的变化的 是 桃园三部曲 一部是桃园剧变 一部是陈世大事 还有一部是山洞奇遇 三部影片各有侧重点 但因为都是发生在桃园村的事情 所以也会有些许的交汇 人姐是顶级导演 善于拍真实反映生活的影片 曾经拍过的打工三部曲 感动了一代人 相信桃园三部曲拍出来也会特别吸引人的 陈信儿听到这里 忍不住打断了饭水冰的话 激动地说道 你说起打工三部曲我就激动 真的那拍得太好了 把人在外面打工的艰辛 真实地在线出来 把打工人 特别是打工女孩子 在外面面临的阴暗面都展示出来了 这三部影片我都看了几次 听说太过真实 有人批评说是在抹黑 还一度遭遇敬应 但是那三部影片在国外都是受欢迎的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 真没有想到 这么有名的导演就在我们身边 我也坚信 桃圆三部曲拍出来之后 一定会更加感人的 毕竟农民的故事更加有血有肉 更加是生活在底屋 吴凡也附和道 是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马上就要开拍了 我们都是演员呢 本色出演 等待那一天吧 就在这时 几个人来到了 陈明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于是范水冰又做了介绍 并且陈兴儿也在认真地看旁边的介绍说明 吴凡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自己又私下看了看 那一天发生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三个昏迷的女游客 三个色令至错的恶徒 两个猝不及防的长辈 两个被蹂躏的女孩子 一群侠肝一胆的天地会后人 怎么了 范水冰见吴凡在这边发呆 周身涌现出一股不明的杀气 赶紧过来 轻轻地搂着她的肩膀问道 哦 没什么 就是看见这些有关陈明兄弟姐妹的记录 就想起了那天的事情 哎 吴凡在范水冰面前也没有什么隐瞒 长叹了一声 一切都是天意 陈明家的两个长辈注定了要终身留在这个地下村 所以才会在被发现的 当天死在这里 现在他们得知自己的后代生活在上面非常好 应该会含笑九泉的 范水冰安慰道 对 吴凡点了点头 也不再说话 几个人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 吴凡认真地检查了所有的布置 感觉到非常满意 对范水冰说道 很好 不管是安全方面 还是旅游体验方面 都非常完美 情节设计得很好 让游客有很高的参与感 也能真正地了解那一段历史 能感受到陈明他们的生活 是 这个景点我也非常满意 充满了神秘 置身其中 仿佛重温了那段历史 相信会有很多游客喜欢的 范水冰也是非常高兴地说道 这时 陈信儿也走了过来 开心地说道 好了 我也看完了 确实是非常震撼 陈明那些人的祖先 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 缺一小时的 竟然还顽强地活了也来 有了三十个后代活到现在 而且始终不忘 仙族遗训 日夜习武 以图有一天能反清复明 这种精神就值得大家来学习 同时这个地方的环境特别 有阳光能照下来 却又一直浓雾弥漫 根本看不清天空 连洞口都看不见 实在是太神奇了 所以我一定要回去写一篇文章 发到国外的社交圈去 好好的推荐了一下 我们桃园旅游 范水冰听了非常高兴 可以呀 我们欢迎文学爱好者 画家 摄影家 影视剧导演 普通游客 以各种方式来推荐我们桃园旅游 只有游客来得多 我们才能赚到更加多的钱 无凡的农民大业 才能更加大范围地进行 对了 幸儿 你到了平贵省 也要多走多看 说不定就能发现商机 就能带领村民致富 这个地方也是吴凡发现的 救了三个游客 是的 冰冰姐 我一定向你们学习的 互相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 终究有好处的 好了 既然你看完了 那我们上去吧 范水冰看着吴凡 做了一个上去的手势 吴凡还不是随他们呀 于是就点了点头 三个人随即就来到了游艇的小码头上 码头上并没有船 陈信儿就准备按旁边贴的提示 去按那个召唤开关 只是没想到 就在这时一艘游船却悄无声息的就急速驶了过来 咦 他怎么知道我们要走了吗 陈信儿放下了手 颇有一些惊讶 智能化 首先他能感受到这个小码头上站了人 只要不是刚到的 站了人似乎就意味着要回去了 况且他还能远距离地扫描 知道你是两个小时前来的 就更加确定你是要回去 所以就主动冲了过来 范水斌解释了一下 哦 真是太高科技了 陈信儿听了之后更加激动 以后也要请你家姐妹帮我生产一些高科技的东西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真的一点都不错 那肯定的 范水斌回答的非常肯定 三个人随即进入了渡船 和来时一样 几乎感觉不到船友晃动 非常的平稳 十几分钟之后 三个人就从升降飞船上走了出来 还好玩吗 售票处的服务员见没有别的客人 也就到了洞口等着 看见他们出来时 很是开心地问道 他自然是去下面玩过了 觉得很好 所以希望别人也有同样的感觉 不错 不错 陈信儿抢先说道 真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神秘莫测的地方 明明有阳光照射到洞底 却就是看不见天空 而且里面还有森林 有野兽等 有奇妙异箱的花 真正是一个世外桃源 太有意思了 哈哈 看见陈信儿这么开心 服务员自然也是相当自豪 当我想你的时候 泪水悄悄地滑落 就在这时 吴凡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见是华冷风打来的 自然是马上接听 华局 有什么指示 吴凡半开玩笑地打招呼 我怎么敢指示你呢 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哎 那个冷忧呀 你知道吧 又倒霉了 早上才被那18个人侵害了 现在又被几个 外地流窜过来的歹徒玷污了 那边的华冷风 有些沮丧地说道 啊 怎么会这样 吴凡也有一些意外 是啊 他意而在地出事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我们天水的治安有多差 都不敢来我们天水线旅游了 这可怎么办呀 华冷风还是语气悲观 哦 治安好 也不可能一点事都不出吧 这电污也是几分钟的事情 何况不可能哪一个角落 都有治安人员站岗吧 不过 他这样疯疯癫癫的 还真是一个隐患 你们有没有想到 怎么安顿他呀 吴凡 华冷风无奈地说道 我们想过了 送他去精神病院 可是精神病院不收呀 说 没有亲人签字 怕再出现康永州 强制把别人送到精神病院 那样的事情 承担不了责任 想委托他的亲人照顾 亲人也都避而不见 真又一点无计可施呀 他这一次是怎么受害的呢 吴凡想着了解清楚一点 还不是疯疯癫癫的 走到没有什么人的地方 又是哀嚎 又是脱衣服 那几个流窜的歹徒 是专门入室盗窃的 正在找目标呢 看见一个女人在没有人的地方 且又没有穿衣服 直接就过去 强行和他发生了关系 幸好那里是我们的监控飞船 在监控的地方 而且我们监控里有一条 就是光天化日之下苟河 所以当监控飞船发现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行男女 知识时 马上发出了警报 我们的治安人员立即奔赴现场 他们赶到那里时 冷忧已经被第四个男人糟蹋了 第五个男人刚要上时 就发现治安人员到了 想要逃跑 但是被悉数抓拿归案 这些人也和早上玷污他的那些人一样 没有人性 根本不把他当人 所以冲撞的力度非常之大 又把他折磨得半死不活的 我们的人只好帮他穿上衣服 然后带回治安局 一方面是要验伤 提取物征 另一方面也相当于是保护他 只是 我们这里是办案机关呀 总不可能一直照顾一个疯子吧 你们医院也不收 这可如何是好呀 听见华冷风无奈的语气 吴凡看了一眼 陈杏儿 然后说道 这样吧 华菊 你不要紧张 我和冷忧的表妹待会来一趟 他有一请一个专人照顾冷忧的 我想只要有人专门看着他 坏人也就不敢动手了 是吧 那太好了 你们赶紧来呀 他现在就在治安局接待室里 华冷风听了之后 似乎激动的声音都有一些飘了 这对他来说 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呀 挂了电话后 吴凡对一脸疑惑 看着自己的诚信而说道 华菊来电话了 你表姐冷忧又出事了 被五个流窜盗窃犯电污了 现在在治安局 送精神病院吧 人家不收 怕担责任 现在无处安置他 所以我想你能不能提前找人照顾他 冷忧 饭水冰冷哼一声道 又被电污了 早上才被十八个男人轮流亲热 怎么才几个小时 又被害了 这真是报应呀 当初一门心思帮助胡小英 想要害你和林妙 结果好了吧 胡小英没事 他却承受了一切的报应 哎 是的 这真是报应 因为我知道 其实他还有残存的痛苦意识 也就是说虽然他平时生活放荡 和几十个有权势的男人油染 但是现在 当有人伤害他时 他却能感觉到极度的羞辱和痛苦 表面上看他是疯疯癫癫的 但其实的那个被轮奸的时候 他受到了痛苦完全和正常的女人一样 所以他确实是受到了报应 吴凡也复合道 对呀 善恶中有报 他当时 怎么就不想到万一杀了你和林妙 我们这些人会多么的痛苦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呀 现在好了 无声地承受非人折磨的痛苦 活该 饭水冰摇了摇头 这时 陈信儿也说话了 我知道他曾经要害吴凡和林妙之后 就已经决定不认这个亲戚了 后来吴凡劝说我 我才答应请人照顾他的 怎么着他也给了我一个亿的珠宝 这可是我去贫贵省带领百姓致富的启动资金 也算是报答一下他吧 现在既然他又出事了 且吴凡已经把我的打算告诉了华局 那我们就去吧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聚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